我都少一年多了 我從來都想說我們還會連落戰 雨中撐傘念事詞很浪漫 這可是人生大事 賓客全在一旁撐傘陪著 沒想到這雨越下越大 有人淋濕了上半身 小小花童穿著雨鞋登場 一身帥氣西裝 與漂亮婚紗的新郎新娘 被迫換上假腳脫 因為要走的紅毯造成了水毯 走完紅毯還得撩婚紗涉水 甚至一邊用餐一邊玩水 冰地小開迎娶相識八年 大學同學當新娘 選在漁光島辦婚宴 席開近30桌 突如其來的親朋大獄 打亂會場秩序 還好新人賓客雨中作樂 笑聲不斷 我們兩個都比較喜歡戶外 媽媽媽又希望可以吃飯的 就是想要吃流水席 感謝大家都 這麼捧場 對啊 就會覺得很難忘 有趣吧 就像在玩 像這樣玩 鞋子也沒辦法鞋子穿著穿進去 那水就全都流進去了 就也沒辦法走 想說那就乾脆給我穿好了 即便婚紗沾了泥巴 即使穿著假腳脫上場 好狼狈 但新娘一點兒也不以為意 疫情 都結束了都死掉了 如果在活動中心是還沒問題 如果在戶外 一定要打破飯 不然釣水燙 沒有鞋子就好了 上菜 就養好酸了 下雨戶外辦婚宴 大家都嫌麻煩 沒想到年輕新人 反而有了一場難忘的婚宴 TVBS新聞顧守昌 台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